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五星体为您直播的 2023-24赛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的第四场比赛 今天是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在主场面对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的比赛 我们知道今天排球联赛的决赛采取的是五战三胜制 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目前天津队是2比1领先 那今天回到上海队的主场 这也是这个决赛当中上海队的最后一个主场 今天对上海队来说是背水一战 对天津队来说能否在今天结束比赛得的冠军 这也是一个悬念 今天我们就是请到了李幻宁李直道 来自我们的解说嘉宾 你好李直道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第一场决赛上海队是获胜了 但是在天津队两个客场上海队都是0比3脆败 上海队再次回到主场 那李直道我们点评一下 今天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在哪里 今天是总决赛的第四场比赛 目前上海队是1比2多后 那么我想今天主要的看点就是看看上海队 在人员的变化 打法的变化上面有什么改变 我个人感觉可能上海队在今天要打好比赛 从技术方面来讲 在发球上面一定要做做文章 那其实上海队能够赢下第一场比赛 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用发球冲击到了天津队的一传 所以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 谁在发球环节占得先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而反观上一场比赛上海光没有被女排之所以输掉比赛 主要的核心球员中会并没有完全打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希望回到主场 中会能够发挥出队长这种核心作用 上海队的一传到位之后 在复工配合之下两面拉开去打并不是没有机会 但今天关键看哪支球队的心态摆得更好 因为对天津队来说冠军记在咫尺 这个心情是不是会有所波动 而对于上海光明优被女排来说 背水一战可能队员们放下包袱 反倒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我们也在说从纸面实力上来说 上海光明优被女排跟老道的天津队相比 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火候 但是这点火候 如果你把心态和战术制定好的话 完全是可以弥补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今天双方能给我们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决赛 那么广告之后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比赛 好鲜奶显对的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光明优被每生200毫克免疫球蛋白 更多活性营养 带来更强保护力 喝鲜奶认准活性免疫球蛋白 婚礼优被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 先喝一条every time 现在就出发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好的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上海罗安体育馆来观看这场比赛 我们刚才上海队的出场阵容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注意到天津队的出场阵容是有变化了 上一场表现非常好的这位小将 现在是首发了 就是刘美军 这是以主攻的身份 首先就登场亮相了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天津队的刘美军作为一个骑兵还是起到了相当不错的作用 这个小将的冲击能力也非常的强 所以现在就看这场比赛 王冒全 朱教练 这个排名不正对上海队来说是不是有效 因为对上海队来说可能上一场刘美军的出场是意外 那么这一场应该也是有所准备 对 而上海队这边的整个布局并没有变化 这个依旧是上一场的全班的主力人马来出战 包括复工手高益薛一支 然后自由人还是王威一 二传的依旧是徐晓婷 然后主攻这一块 依旧是上的自己的队长钟慧 然后外员不理笑也是在场上 而且整个战位也没有变化 对 对 从中一二开始 我们看今天的卢安体育馆也是坐得很满 尽管今天上海在下雨 但是支持上海光明优备的女排 这个观众也是非常的多 天津队率先发球王一竹 王一竹上一场比赛发表会的也不错 到位了 刘美军 又是给到这个小江刘美军 刘美军二号位把球打成了 因为从上一场看刘美军确实是给人耳目一心的感觉 这个洋溢在发挥不好的情况下 而且大家现在也知道天津的一个瓦尔加是没打 他现在这个坚硬啊 坚硬这个位置整个还是有点缺人 还是想用发球来冲出现了失误 对于上海队来说呢 就是这种往上对对方的意志啊 首先要做好 因为这个是太重要 来往我们经常说是 整个排球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仅长势起 而且也遏制对方攻守的一个进攻的心态 学义志攻守 学义志是上一场比赛 上海队得分最高的选手 无功 被调了一个身后 就相比较而言呢 像天津队无论是这个袁新月啊 王源源啊 李盈盈啊 这些选手真的是经验太丰富了 球玩的太熟了 所以上海队面对天津队的时候 真的不用有什么压力 因为毕竟这都是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 看一场有点被动 球在标志干外面过来 小薇你发现没发现 这个上海队啊 我上一场看了比赛以后 我有个感觉啊 打天津队啊 这个快球啊 后面一定要跟个人 对第二点 就像以前张磊在的时候 这种打法 可能对天津队的效果比较好 好球 太不容易了 现在上海队太需要这样的球 来让队伍长一下势气 就至少比赛开始 你的一次攻要下球 天津队在一船这一块呢 依旧是上的穆自玄 可以这就发展 对王英迪不错 现在的蓝网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不蓝死 但是至少你不能这种破坏性蓝网穿过来 要有打手啊 或者是你至少要遏制它一下 你看现在 还有一个我上一场看完 我观察了一下 可能用薛义姿去蓝这个李茵比较好 因为想比较下来 薛义姿跟高义比 薛义姿的蓝网技术 可能比高义要好一点 嗯 天津队的防守好 嗯 又是抓了一个防反 所以在这种小球上面啊 确实天津队作为一个国内连续十五次夺得 不能说是连续啊 就断断续续十五次夺得冠军的霸子 这个确实有它的可取之处 这一块我觉得 我们作为年轻人居多的上海队 还是要去吸取经验去学习 好的 漂亮 这个对徐晓婷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因为到位率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怎么样大胆地给到复冬打球 对 对 中慧 嗯 球发的不错 不错 球发球 嗯 有四号位的进攻确实是有能力 目前这个天津队得了五分 李莹莹得了六分 李莹莹一个人拿了四分 嗯 李莹莹发球组续五号位的脚 发球 啊 这个推攻还有效果 对 好的 嗯 啊 判断失误 嗯 这个球上海队以为是一个街外球 对 所以 没有去救 李莹莹的进攻 确实 好鲜奶 想对的 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光明优备 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 更多活性营养 带来更强保护力 喝鲜奶 认准活性免疫球蛋白 光明优备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 先喝一条 every time 现在就出发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嗯 2023到24赛季的女排超级联赛呢 现在是接近尾声了 其实 上海光明优备女排是分在A组啊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上海队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因为在整个小组赛当中 除了跟江苏是互有胜负之外呢 是全身的正经 对对对 是非常不错 而天津队呢 就是更是一场未负 直接进了决赛 那第一场失利 天津队的第一场失利 就是拜上海光明优备女排所赐 对 所以这个对天津队来说 也是一个警醒 接下来的两场 天津队即时总结了经验 在主场拿下了 现在呢回到了上海的主场 这时候其实特别考验 上海队这些年轻球员 在心态上 在经验上 怎么样去应对这种老牌尽力 打一后攻 好的 漂亮 打在街内 那上海队这一边呢 我们也注意到 她的整个年龄层次的结构 特别的合理 就是这种老中青 一代一代都在向上走 所以她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 现在包括场上 刚才我们没有提到的 就是出场的主力阵容里面 王阴迪 这个小姑娘还是特别的受关注 作为一个金鸣二传 好的 你消 这个球是拦住了王阴远 就这种拦网还是比较长势气 对 对 这袁兴月 男的袁兴月 对 对 对 失败了 就是我们会说天津队特别成熟能力很强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球队 就我们说都是人都会犯错 对 就像刚才这个球 宇奥迪肯定有想让人兴月 哪里跌到哪里爬 对 对 结果这个反倒失误了 这个其实是蛮伤的 嗯 遗传还不是特别好 打回公 低了一点 是的 这球有点可惜 对 虚啥挺低的 这个虚啥挺低的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排球难 难在哪里 就是这种在瞬间你做出的反应 它要极其精准 嗯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个比赛 看一场比赛的时候会觉得 哎呀这个球怎么没传好 那个球怎么没传好 然后我觉得有的队员可能心里边 特别不服气 不服你上来 天津队的防守很到位 好反机会 排球啊 排球比赛实际就是一个链条 嗯对 所以说作为我们教练来讲 训练也就练这个链条啊 嗯 一环要扣一环 嗯 当中有点脱节就不行了 嗯 四号位 福里西奥的球被天津队拦死了 你打的这十一分情况来看 嗯 这个上海队的发球还要加油 明显感觉天津队的发球要比我们好 嗯 弧度也低 这个速度也快 嗯 嗯 这个对啊 袁兴月也好 前面黎英也好 球很凶啊 又是个排队球 这个就很难打 很凶 打明点 又难一点 这样的话 就特别被动 因为 袁兴月的球 其实它不光是在国内赛场 在国际赛场 它的发球也相当有冲击度 它的球是这种平冲的 就追凶球 到这以后 你一接不好 那么马上我们的点就很零了 因为我们经常讲 它这种球有点追凶啊 对 追凶球 欧阳兮兮来了 换下了布里肖 换上欧阳兮兮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巴鱼队的 严兴月也是啊 现在过不了天津队的瓦 哎呀 队难太多了 嗯 上海队赶紧调整 我觉得对徐晓庭来说 这个考验太严谨了 就是你发到哪点 天津队难到哪点 没错 现在而且徐晓庭 切记切记不能 这个不行再换一个 这个不行再换一个 嗯 要像这个谁摇第一一样 哪里对着哪里爬起来 哎 现在上海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记得之前我跟二船聊过这个事情 以前跟俊颖聊过 后来我跟冯坤也聊过 就说你二船的状态 哪里对着哪里爬起来 他说其实二船吧 就是跟对手在跟对手的复工在玩心眼 对 就是我猜你猜那一点 没错没错 你猜我传不传这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开玩笑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变在对方复工来往之前 否则的话你如果被猜到了 他说这个时候就特别崩溃 然后如果要是队员在进攻的时候状态不好 那他更加崩溃 因为他不知道该传给谁 对对对 他最开心的就是所有球员都说不要球 都能下球 所以这个作为二船手 一个队伍的组织核心战术灵魂 特别不容易 天津队继续发球 看这个暂停之后的效果 凶啊 这球发的 还是一个半导围球 嗯 还不错 这个球处理的不错 欧阳希希这球不错 对 这明明的不能硬打的一个球了啊 他这个打了一个点效果不错 嗯 但是现在呢 作为上海队来讲 比方多后这个蜻蜓点水是不行的 要一直压住这个天津队 嗯 球发的可以 但是篮网不行 嗯 今天篮网效果不好 就是如果在 现代的这个排球比赛当中 无论是男排女排 如果你往上 没有给对方压力的话 那这个球想拿下就 非常的困难 你光靠后排防守是不行的 嗯 现在欧阳希希上来之后呢 她可以跑动起来 复攻掩护一下去这样打 而不是第一点直接打 这样的话 对上海队的一攻呢 还是有优势和效果的 因为欧阳希希里还有一个什么 遗传还可以 嗯 她的遗传保证能力还可以 发球失误 就是 发球就是要在这个增加攻击力 和减少失误之间 这边找这么一个平衡点 对 第一点天津队防起来 注意篮呢 嗯 但就是篮网碰不到球 这个有点被动 篮网刚才我讲了 如果是第二局的话 王志腾的话 我就前后排换一换 嗯 把血医治弄到 主要对这个 凌银 对凌银两能 对凌银两能 现在趟不住啊 问题是 可以遗传 好的 对不错 后面跟了跟了一点 对 成功率很高 对 刚才我们就在说 其实这样去打 跑动起来去打 对对对 就以前这个叫 上海女排张蕾的打 对 实际是小维迪可能也知道 我们上海男排 称霸这么多年 以前也是靠这个吃饭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整体 跑动进攻 对大整体 两点打一点 对 对 好球好球 好的 这个球非常敢打 中会这球可以 中会连着这样打两下 希望中会把状态找出来 对对对 我们一直在期待中会状态的回归 小姑娘嘛 几场球打下来嘛 确实是压力也比较大 嗯 他这个 因为现在中会作为队长 他其实是队伍的核心 对的 然后所有的压力都给到他 但是中会在国家队锻炼了一段之后 回来 其实他的上升是肉眼可见的 今天刘美军还可以啊 本来我想今天手刷可能也会有变化 但是打两个球动作做出来还可以 打个看头 好的 好的 对对 这一会儿中会的这种状态 中会连着上分出去 对 嗯 这种是对上海队是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这个徐晓军坚持住 就是刚才我讲的两点打一点 哎呀 让中会跑起来 好的 好球 罚球直接得分 天津队不敢掉吗 赶快暂停 嗯 挑战 这个挑战什么内容 是挑战还是暂停 暂停 暂停 挑战 球落可放界外 嗯 球落界外 这个一点差的太多了吧 这个 这个好像是差的有点多 这戒内可能有三米了可能有 他其实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挑战 作为暂停啊 干扰一下这个上海队发球的手感 对啊 对啊 这个差的很远 这个差的很远 王知道这一张蛮凶的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差的 对啊 这肯定是接内球 差的太多了 对啊 本来我以为是暂停的呢 嗯 这个利用规则利用的有点 太明显了 哈哈 他自己王知道自己也笑了 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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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底下继续 王一迪的球发的不错 哇 连的两个 连发两个 啊王一迪 天气得要暂停了 嗯 嗯 嗯 王一迪05年出生的小选手啊 他也是上台队 现在特别重点能量的选手 也是国家队现在着力 在观察的这个 对 05后的选手 当时也是好几个队都在抢啊 对 哎好的 和网带起来了 他是零 嗯 那这种球啊 真的就是 看到零莹你就觉得 天津队有这么一个人 就这种困难球的时候 他就下 定海神针啊 对 定海神针啊 这个妖精嘛 这个球肯定是给你硬的 他现在比较乱的情况下 就要他解决问题啊 就是啊 打这个稍微短一点的球 你看看 这球怎么没配好 没太配好 节奏没配上 好的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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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面对这样在防反球当中的困难球啊 作为小将来说 我觉得李美军还是要练了 这会儿明显的觉得中会的状态在提升 对 不论是进攻还是篮网 你看他的这种节奏感特别好了 对的 好 刘美军令 缺点也是比较明显 一个个子不适合 嗯 哇 发球得了三分呢 对 这一会儿上海队把发球发出来了 中会得一分 这个谁啊 王英吉得了两分 对对对 发球一定要停满 嗯 前半段 就是天津队明显感觉发球要好 对 天津队现在是请求了暂停 对 这个天津队虽然没完全听懂 但是大概意思我知道 他就要邀请说 大难给啊 这个谁啊 他意思可能给刘美军的 或者多给他一点 嗯 美女中会冲冲冲 主场 嗯 我们的主场 给中会加油的 中会这一会儿状态回升 确实对上海队整个的带动都非常的明显 而且跳个球啊 好的 这个天津队两个复工还是成熟啊 对 其实这个球并不是特别好打 不是很好 对 完全是靠他自己个人的能力 嗯 贴个手 嗯 两个复工嘛 一个国家队的阻力又高 变化也有 嗯 哇 他变方向了 好的 上海队现在把自己的一丝弓保重好 这个就能够让队员心态稳下来 但是现在因为还是有三分的差距 是 王毅米小将打得不错 嗯 这个小黄啊 饭球也不错 这个这个黄心乐啊 嗯 上来发 嗯发得不错 哦 不要急 电起来 电得不错 这个球打在境内 就是对于像天津队队伍当中 有袁锡岳这样的 参加过两季奥运会的老将 确实他在处理困难球的时候 这种经验还是丰富的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觉得上海堆了很多小将 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怎么打球的 怎么处理的 这个确实都是大赛魔出来了 现在天津队在两边打不开的情况下 频频的要复攻出手 这个就是摇迪的老道之处 一下子又拉开了五岁的插手 明显外汉人或者外面一看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快 什么时候该慢 什么时候该抵随 对 接受的把握 对 接受的把握 好的 打个后攻 王毅迪这个状态不错 然后综慧 他们这个两点下球之后 其他的队员慢慢的把状态打出来 这样的话至少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碎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现在我们在蓝瓦这个地方 要再提升一下的话 那么可能跟天津队的这种抗衡 就会更加激烈 对 这种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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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很大的空档 嗯 上海对挑战出网 这是王元元的蓝瓦 有可能了 有可能出网 来看一下 王元元 好像没有 没放 哇 好像没放 了 cosine 嗯 哦 哇 好像失败之后这样的话 第一局上海队哥很败光 好的 王毅迪今天不错啊 对 今天在我们主攻 这个揭发队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他这个进攻下局 而且作为一个18岁的小象 在这种联赛的决赛赛场上 能够逐渐打出来 这个对他的进步非常的有帮助 比刘美军还小 他是高中生来的 好的 这个篮棋 撇得太远了 这个是危险的 觉得王毅迪还没有做好准飞 我看他整个撤步还没有完成 他整个球就来了 所谓的讲得对 就是有时候许晓婷给这个球 他有时候要观察一下 这个队员到底是去防守还是干嘛 这个球应该适当高一点 他没防守情况下是什么弧度 防守情况下是什么弧度 他很匆忙的车队 然后就来打出街了 包括前面给墨西哥的外援也是 接外 天津队发球失误 天津队已经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天津队今天这两个队员发球 都是动脑筋了才 没关系 正局在打两个反击啊 对啊 现在虽然是19比24落后 天津队拿到局点了 天津队一锤定音 25比19 天津队拿下了第一局 1比0领先了 1比0领先 2比0领先 好 但是感谢我们的现场热情的周密和观众 希望我们的观众在观看比赛 摆设到片会的视频的时候 关聚手机和招人的场合 现在主要是我们的篮网 在对天津队的这种判断上 还是不够好 在上海的卢恩体育馆进行的比赛 第一局的比赛呢 天津队上来啊 几乎就是把比分压住了 然后一起到最后 拿下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请你其他点评一下双方的表现 从第一局打的情况来看 上海队可能两个方面还要加油 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发球 当然第一局的后半局 上海队发球有所改变 希望第二局在发球上面 我个人感觉呢 可能要往天津队的一号位区域 要多发一封 作为下面教练也可能知道 第二个就是南网 南网呢我也刚才讲了 可能前作牌换一换也比较好 当然如果是再不换 就是南丁一这么多短球啊 两个一定要并并牢 当中这个空档是太大 对 因为毕竟面对的像天津队 像李莹莹啊 他们这些特别有大赛经验的选手 本身你拦他就难 然后如果你的并位 有空间太大的话 那他打起来就特别顺了 所以有时候看这个电视放漫里 都很明显感觉 李莹这个四号位这个球 他本方的这个标志杆 要可能三米左右 嗯 就进来的球啊 要么我们外面队员要进来 要么里面队员要过去 看我们现场啊 只是给徐晓婷 给东慧加油的 因为毕竟是在主场 对啊 但我们也注意到 上海的主场啊 在整个的这种 大家的支持度上 非常的高 但是呢 并不是说这个声音很大啊 实际打排球的运动员都知道 其实卢丸体育馆作为排球比赛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不大不小 正好 天津这个馆有点大了 有点大了 嗯 好 马上 马上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就要开始了 嗯 光明优备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品牌 乐在鲜活 银在拼搏 光明如夜 全力支持上海 光明优备女排 好 第二局的比赛 上海对手先来发球啊 欧阳希希 在第二局就直接首发 首发 发这个短球 嗯 好 快球 造成了蓝王沃果 好 薛义希感受到这个球要打快了 去篮还是稍微有点来不及了 它的节奏 特别快 这个我们以前在训练都讲篮房 篮房 实际是现在可能国际上 流行的一个发 篮房 要结合起 嗯 这个球一传过往 直接被天津队打 这一分球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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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往中慧这里刷了 嗯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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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一分 知道王源球也攔不住 现在问题在于天津队一传到位之后 现在姚提姐三号位的快球 打得还是相当的有效的 我们看今天卢安球馆 其实也是明星云集 在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排球圈的人 这就是军兰出了界 打到球打到纵会身上啊 好像没有吧 没打到 打到他头发了 这个好在好在好在什么 不属于挑战范围的 这个是国际排练这个对着固定 这个不属于挑战范围的 小孩儿比较急 这个是要王一迪 比较急 因为王一迪我看他打了几场球 他性质还是比较急啊 嗯 肯定是他们就是 肯定得先 目的性很明确 那个王八天知道跟他们讲 上面就是发送会 欧阳西西上来 尽量不要在他碰球上 而且李英五号位这个角 刷得很好 又来一个 哦 这个徐晓晓跟这个手下高一的球 好像总会有点配不错 对 慢一下这个节奏 徐晓晓球慢 总会高一嘛 有点太少 要甩出去甩到速度在一起 两个世纪已经配了好几年了 高一已经在上海队打了好几年了已经 好几年了 您知道这个是要单脚 圆巡夜的高啊 太高了 高明游泛 好几年了 这些发球 2米01的身高 嗯 太累了 這個第二季開局這樣大就行嗎 平靜的眼睛確實是老隊員 從發覺就可以看出 他們這種點是比較閃 這個如果不成功 他馬上就換 先喝一條everytime 現在就出發 安全使用燃氣營造美好生活 好的繼續來看比賽 所以繼續來發球 又是一段 這個發球呢是擦了一下網 但是現在明顯的覺得 上海隊在第二季一上來 腳下站的還是有點可惜 中會目前來講一定不太敢碰球 剛才第一局的後半段 其實中會的狀態上來 明顯的就讓我們看到希望 但是這會兒感覺這個狀態是有起伏的 其實對於中會來說呢 剛才在說他的壓力大 壓力帶在哪裡呢 第一個他是隊長 我要挑起這個核心的重擔 第二個呢 天津隊就盯著你發球 對 他就是你如果接完了一船 再進攻整個節奏 其實還是非常緊的 好的 哎呀 但是不管這樣的球 只要你先籃到 你先用手把他蹦到 你手都碰不到 那塊南中網 對吧 季晓現在這個球是 讓天津隊在進攻的時候 也覺得差一點 因為作為中會來講呢 要頂得住壓力 要有抗擊打的能力 嗯 你如果成為一名優秀運動員 你沒有抗擊打能力 肯定都不行 對 又一個 又是在遺傳這個環節上頂不住 對 這樣的話 第二局剛開始啊 六分的分差了 那麼現在有兩個辦法 一個把他一船撤出來 不要接 要麼把他換下去 給他調整一下 這局接得可以 現在明顯的隊員啊 這個有點打得有點懵 你看腳底下站得很死 這裡我們經常說的逆風球 就你一旦覺得打不開局面 隊員就會燥 一燥的情況下 這球就夠不好打 所以排球這項運動 它這種互相的壓制和干擾太厲害了 小薇你講得對 排球這個項目好像很快 真的是很快 對 你越是機操越是無多 對 好的 終於算是拿下了一分 這樣的話至少 隊員在情緒上稍微穩一下 因為排球場上 這種此消彼長特別特別明顯 對 我們經常說的這個 芬芬都是小命根 哈哈 見網了 嗯 像這樣的球呢 讓小將劉美軍來處理 有點難度有點大 這球對時候 咬地沒穿好 嗯 有點紮網 對 你看特別紮網了 中美軍都急了 左手不上 又紮網又拉開這個球 它就難了 嗯 球發得不錯 哎 哎呀 這個 這是徐宜芝 太急了 嗯 有點可惜啊 機會球 給徐宜芝也是著急啊 徐宜芝上一場表現不錯 是上海得分最高的選手 江門狐旅啊 嗯 父親也是排軍委員 江蘇的 江蘇的 這攻擊性不夠啊 是的 嗯 攻擊性不夠 太軟了 嗯 而對天津隊來說 就是你如果一次攻打不下來 那麼防犯球 我就來抓了 嗯 說到薛宜芝 其實很多喜歡排球的觀眾 對薛宜芝還是已經比較興趣了 有很多觀眾可能也不太了解 哎這個復工打得還不錯 感覺是個新人 其實也不能算新人 因為他在美國加州大學讀書 然後在美國其實也打過球 嗯 然後回來之後呢也是四川啊 包括深圳啊幾個隊都打過 對 遼寧 他經驗還是比較豐富的 對 首先一個他的父親就是 父親母親都是排軍委員 嗯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 小時候是在南京的沖山中的體校 業餘性面 嗯 應該講基礎打敗了 這個現在王志騰在指導戰術的時候 也開始說普通話了 現在因為這個場上 對 也來的球員就是 從外省市引進的球員 江普通話的人比較多 對 這是以前上海隊的秘密武器啊 很多人說 哎你不是上海話的一說 這個我們完全聽不懂啊 轉播出來我們都沒用啊 這個球 對籃 對籃 籃再見 對 要挑戰了 這個以前就剛才 他總會打著這個平快後面球 上海話叫跌 嗯 就是跌起來的跌 近來球叫切 切近來的切 嗯 外地人他搞不清楚啊 對啊他搞不清楚 然後關鍵是 你不僅你如果說切或者是跌 別人還會想想 關鍵你一用上海話 他就更搞不清楚了 這是一個字 對 以前我們打球就跟菜兵 一個字就行了 嗯 跌切就可以了 來再看一下這個球 來再看一下這個球 落到界裡了 真的他現在這個鏡頭不對啊 啊 他是看那個碰明碰標誌竿 上海隊挑戰失敗對吧 對 上海隊挑戰 球落是落在上海隊的界內 天津隊防起來 這個斜線切得太熟了 確實是 確實是 三米線之內啊 確實是 三米線之內啊 確實是 這個斜線 三米線之內打下了 這個確實是 雲林的能力現在明顯的提升 而且 對 而且這個經驗也豐富了 好 還有 但是 只能輕打了 好 嗯 嗯 就是明顯的啊 在這個快球幾何上 就這種防返球當中 天津隊整個戰 戰術更加的熟悉 套路打得更流暢 其實我感覺上海裡面應該換兩個人啊 包括二團的換一換 七隻換一換 二團也換一換 換一換 十分的差距被拉開了 對 對 你這個比分有點大了 換換人啊 好 還會進攻被籃死 需要聽整個現在傳球被天津隊 就是估計得太厲害了 對 遇判得非常厲害 往二號位也是兩個人 往四號也是兩個人 而且天津隊本身前面籃網隊 對 作為攻守來講 確實是比較難下球啊 因為上海就沒有理贏啊 好強啊 就整個這個節奏 都是停一下再來打 太軟了 那個名打呀 這是我們 打手 好球 好 哎呀 終於贏 他給劉美軍來 所以姚迪現在傳球在這個思路上面啊 確實是很成熟 現在他18比6領先 他很放鬆啊 想怎麼打球 對想怎麼來 突然一個背傳 當中又沒有病了 這個比分打得有點難看 好 第一點下球了 就這種球就對了 就是你一定要在對方的預料之外 天津隊等的是你的第二點 那麼我第一點就下球 對 然後如果你有這麼一個 再打一個 那下一個第二點再下球 天津隊也會猶豫 所以這個就是 互相的這種試探和判斷 那希希發球 看這個發球怎麼樣 到位了 啊 調整了一下之後 其實差點失誤啊 打了一個時間強 快勝出 你為什麼 老闆 跳得難 By 天津队分数已经打到20了 打不过去 刚才我讲的对小婷来说确实挺难的 现在他整个全球录制全给天津队摸走 现在放上黄兴岳了 黄兴岳04年出生的选手 天津队啊 对 我们这个互动观众也挺喜欢的 挺有意思 就是和半个国家队打输了正常 这都不只是半个国家队了 是多半个国家队了好吗 常常都选过国家队 国家青年队国家少年队 现在我感觉呢 王志成教练可能要考虑这个第三局 一个人员配备 第二个第三局该怎么打 你包括学一只孩子要用啊 有点节奏不对 嗯 节奏不对 保护 这个比分这么大确实是对于主场作战的上海女排来说可不太好看 打到各位数据了 而且这一会儿就是说白了 这不是两个队真正实力和水平的对比 绝对不是 就是上海队现在在整个心态上有点换得换失 对对对 看见那八球失误了 本来水平没有天津队高 你心态才有变化 再换得换失 这个球就很难很难打 而且这种集体运动 你每个队员稍微松一点 加在一起这个松的就厉害了 因为以前我们讲场上五个攻守 如果今天三个发挥 可能基本就赢球了 两个发挥有点 如果就一个发挥 那完蛋了 天津队的局点 这个着急啊 队员都着急 像王因迪这样的小将 更是有点露不住啊 这时候确实是考验 因为靠王因迪就露 肯定是露不住啊 有点大这个球 嗯 哦 机会 好的 机会球 哦呀 急了 两次球 看天津队还是防起来 后攻 哦 来往卧果 过过了 对 上海队先把比分打到十再说吧 好发球 哦 对 宗慧 这个时候不管不要看比分 我先把自己的这种士气找回来 因为后面还有第三局 对对对 好的 这样25比11 天津队 天津队拿下了第二局 在总比分上 2比1领先了 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3到24赛 继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决赛的第四场 这是上海光明优备女排主场对军金博海银行女排的比赛 这是在上海的罗安体育馆进行的 刚才双方进行了第二局的较量 上海队是11比20以后 这个比分还是相当的悬熟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不是双方一个实力真正的队 对对对 但是呢 确实你就打出这样的比分了 这个确实体现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一个互动观众就在说 说这个上海队啊 有非常大的问题 波动性 波动性太大 其实这也是一支处在上升期的年轻球队 经常犯的错 就是打出来我会打得特别好 但打不出来我就会打得稀里哗啦 那它逐渐的稳定和成熟就在于 自己的底线在不停地向上提 这才是成熟 就是你算没打好 但也不至于说打得没法看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请你再点评一下双方第二局的表现 从第二局打的情况看 上海队打得不好 这个刚才接着小微话讲 这个波动性 波动性我个人感觉 主要表现在徐晓晶身上 对 徐晓晶的这个组织 确实是第二局出了问题 作为核心二传手 好的 那光明优备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品牌 乐在鲜活 赢在轻薄 光明如月 全力支持 上海光明优备女孩 那我们看在这个抖音上面啊 有很多观众在跟我进行互动 我觉得看得出来 我们很多观众还是特别的关注 女排的比赛的 那现在女排比赛打到五成 现在来到决赛阶段 上海队拿下第一场之后 第二场第三场报复 现在回到成场 这时候就是看 双方谁更能给自己捡包袱 对于上海队来说呢 现在可能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因为今天这场等于说这局 如果你不把它打出来 可能你今年的联赛就 over了 结束了 但这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放手一搏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一个互动观众说的 这个你输给半个国家队 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嘛 其实是大半个国家队 所以大家还是把自己的 真实的能力展现出来 展现给主场的观众 这个我觉得更重要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开始了 这个天津队又是王毅竹 啊来发球 一传不好还是找中 找中会 得要保护一下 这个就是问题 我们的球过不去 那么来到天津队的防反的话 天津队还有一个大杀器啊 不行的话 我就直接甩到四号位给李宁赢了 嗯好的 方子不错 哎呀 那海队整个在防守这一块打的还是相当顽强的 其实这 感觉比较被动 对 这两支球队呢 传统上面也一直是这种攻防能力都强的球队 防守都不错 对 穿年也不错 但是现在这个网上实力明显天津队要高出一块 嗯 上海队加不住啊 这边 嗯 绝对绝对 嗯 需要这样的球来打 现在对二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是你能够传出这样的球啊 比如说两边都能够上来来打 像王毅迪有这样的下球能力 选一只 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网上 就是今天如果过个技术环节统计的话 我觉得网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 今天天津队对我们上海队的刊房在网上啊 做得非常成功 这个网上还主要就表现在南网上 嗯 预传还是半到位 嗯 打锁 对 打成了 对没事一分一分顶嘛 嗯 嗯 这个一分一分顶的当中要动动脑筋 打个比方这个发球找随发 发什么位置可能对人要清楚啊 嗯 嗯 他可以成功了 嗯 这个球判断对了 天津队进攻十五出界了 天津队还是采取过双自由人 接一传的时候呢是孟子玄 然后呢在防守的时候上刘律文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啊 对双自由人嘛 嗯 啊 哦 这刘美军的防守不错啊 看球球都给接回来了 啊 王一连动脚啊 没动脚啊 这小姑娘压力也蛮大的啊 上海里给她这么多的任务 但是对一个年轻球员来说呢 这也是更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球 对对对对 能够在联赛决赛的赛场上去打 全面都是打中学生比赛 对 这传的球太明显 天津队的防守好啊 又进过天津队模式了 对 起球就给李莹英啊 起来之后就再给李莹英 李莹英就解决问题啊 徐小丁给这个什么球太明显 嗯 嗯 阴影 连续篮两个 好的 这一会啊高一的篮王手感不错 对 连续的三个全是他在往前 就这种球篮几个之后 对于上海队的整个节奏 还是非常有益的 连续篮 ų coordinator 这个球这个是遥连续 第二个学习鲁应该给李莹英 他小心 休息休息吧 嗯 嗯 阿琴初见 三个二华视卿续坡 满 rhoiy au ai 黯b ray ło 现在 5 泰國營 他最會發的感覺 凌凌發的有點急 他像殿一樣 裡面沾的是歐陽茜茜 他朝著中饋發 这种球上海女排不能轻易让天津队渡人啊 天津队的机会还抓不住 这个球就难打了 又是王毅竹在前面 又是他扣球 就是他太轻松了 现在对于天津队来说呢 确实王毅竹在前面 这个一次我们要抓抓起 对 这个互动观众有点意思 他说这个人家就是直接就高了给李盈盈 然后我们就是拦不住 这个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 还记得那个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个上海队离冠军最近的那个一踢一八赛季 其实就是这样的 最后都看得出来 这个球就是给李盈盈了 但是你就是拦不住 李盈盈盈了 三个人也不怕 这真的是现在就是国际球型啊 对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球队有这样的一个选手 那么他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他是有个主心股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都把这个希望压在了中会的身上 所以中会呢 也是在这个拼命的提升自己来承担起这样的重务 好的 欧阳希希 对的 上海队就知道是这样对的 两点打起来 哪怕背蓝或者失误也没关系 坚持住 我们这个游书在说 他说上海队啊 从小便开始 便宇倩开始 就跟复工配得不够好 他说这个徐晓婷和高益都是这个国庆队也待过 配了很多年 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节奏 这个好像 差一点 打手出界 这个确实是 就是在这一块上海队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那么一直你看 上海队这么多年都没有拿过冠军 所以你要是想成为一支夺冠的球队 你不能有明显的漏洞和缺陷 但我认为徐晓婷啊 其实他还是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打出来 比如第一场 打的还是不错的 但关键是稳定 我不知道黎智大怎么看 好的 这个防范球打的不错 打手 嗯 打手 徐晓婷从这个我们专业角度来讲 他现在传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出球啊 你看一下 他出球的这个速度啊太慢 所以说作为下面这个主带二团的这个网页啊 可能要多教教他 一个增加手指的力量 嗯 他现在出球的速度 有时候低一个低 但是速度还是慢 嗯 好的 这个球跳得好 嗯 对这种节奏打出来的话 那今天跟天津队还是有的一钢 但如果你这样的球打不出来的话 就确实比较困难 而且这个就是这样 我能打出这样的好球 天津队也会有压力 否则的话天津队没压力的 那是怎么打怎么有 先看下海队能不能够坚持打这样的好球 慢一点 有点到了 天津队防守不错 嗯 关键时刻我就祭出大杀器 这个有点实在是让我们看着 而且上一场我也讲的天津队防守不错 他不是说祈求 比他祈求的 他祈求的位置都不错 这个就说明天津队防守训练确实是到位 嗯 天津队一直以来他的防守都不错 有两传统啊 对 其实以前在李盈莹还没有出现之前 出道的时候 我们说天津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防起来之后啊 没有最后这一个杀招 然后李盈莹就逢了出事了 所以这个就比较难打了 好 警察刚刚破季 现在又拉开了 这还得请求了暂停 这个李盈莹一年确实也很辛苦啊 对 嗯 好鲜奶显对的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光明优备 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 更多活性营养 带来更强保护力 柯鲜奶 认准活性免疫球蛋白 光明优备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 先喝一条Everytime 现在就出发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黄渊源发球 比赛还不是很好 好的 保护 昏迷了 好的 这种高效率的防反球当中能够拿分 所以王英迪呢 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小将 其实他呢走的也是一个全面行进 这样的一个道路 不是那种国际上那种强力的一旦走全面行 那么他可能要练的就会更多 比如说跑动进攻 比如他的这种全面性 保护不错 嗯 要急 天津队出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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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出的王啊 挑战对方出王 刚才天津队出王 今天派的这个裁判是我们第一个人 史上的刘江 刘江 对 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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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队好像在高一级 嗯 来看一下 这个挑战 没有上海队 那个谁啊 袁兴队出王 是袁兴队出王 这是袁兴队 对 因为天津队挑战上海出王 上海没出王 对 所以天津队挑战失败 刚才袁兴队认为是上海队先出王 对对对 所以挑战失败 今天两个都是国际级裁判 嗯 副材叫范高祥 是浙江的一个裁判 嗯 今天这场就非常重视 就觉得刷得有点轻啊 看天津队也没有破破好 没破好 上海队的金会球 好的 再拿一分 好 天津队警球的暂停了 上海队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了 这时候确实上海队整个的状态在停升 天津队非常的谨慎 嗯 我们这个互动观众在说说 未来几年上海女排才是女排霸展 呃 现在从整个年龄结构上来说呢 可能上海女排更合理一些 嗯 而且我们这个互动观众在说说 上海女排现在走的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并且如果大家关注到上海排球的话 你会看到上海现在无论是二队还是三队 还是有非常好的名字 所以说在梯队建设方面啊 上海队做得非常不错 对 而且女排的人才啊 其实大家也是争得也蛮厉害的 而且上海队这个打法要丰富一下 对 对 就刚才讲这个王延迪一定要会打第二阵 嗯 跑起来 嗯 顶高 这个 确实没办法 人积月这个点真的把节奏打出来了 这个点真的是高 因为现在包括上海队 包括我们中国女排也是 现在早上波斯科维基这种 埃克鲁这种强力精英找不到啊 是的 嗯 不具备这个条件 好球 好球 有点可惜 然后这四号位的进攻 打出了切 挑战打手 挑战 对 我们这个互动观众在说 可以让李老师介绍一下上海清训队吗 这几年青年比赛上海队一直是冠军 对上海青年队女排啊这个二队三队啊现在条件好的队员非常多 嗯 第二个全国比赛成绩也不错 因为为什么这个明年的全国运动会啊 嗯 排球一共有三个主别的比赛 嗯 青年队成年队少年队 嗯 所以这作为上海女排来讲 好像现在定的目标 成年队跟青年队是要朝金牌去 嗯 所以这个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定 就说明上海队现在在青年队这一块 包括梯队的建设还是非常的不错 对 但我们看现在场上啊 上海队连续的自己进攻出现失误 这个其实是蛮伤的 刚才已经比分非常接近了 差一分了 现在一下又三分 又四分了 又四分了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说这个 哎呀二队三队都不错 我们说不错的这个几句话 但其实作为基層的教练 包括上海的排管中心排协 都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对对对 非常认真的在选才在培养 在引进人才 这些一个都不能缺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上海这个城市是个海辣百川的城市 对 所以说现在既然有这个 吸取这个外地运动员这个条件 所以说我们也现在广泛在招啊 这种条件好的运动员 就刚才讲的王英迪啊 嗯 包括前面这个八月底解散的一个中会啊 不是中会啊 那个高益 欧阳兮兮啊 这都是引进人才引进进来的 刚才中会的调球不错成功了 这个罚球 罚球 机会来了 这个就弄不住啊 啊 其实对于上海排球来说 你知道排球这个项目呢 他跟别的项目又不一样 他对身高的要求就是在这放的 在这一点上一下子就把很多人已经是摒弃在这项运动高水平之外了 所以选材就更加艰难 现在咱们国际上流行的趋势就是整个阵容都搭配要平衡 嗯 就一定要平衡 好的 不要急 嗯 哇 打左打左 嗯 嗯 他连续的进攻赶下手 嗯 10号的一个进攻赶手 6号下 5号下 欧阳兮兮可以 欧阳兮兮可以 我看他打了几次球 整个打球的 打球其实不错 对对对对 他呢 可能大家也知道 他的老家是福建漳州的人 他在福建漳州是谁 啊 排球之强 对排球之强 嗯 方队的基础训练还是不错 对 哦 来了李盈盈 漳州我曾经在990的时候在漳州住过将近一个月 当时是全国的 集训 对 集训在那里 然后南排也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跟着 我们以前的排球转播特别多 嗯 然后我们是跟着排球集训一起 嗯 转他们的一些比赛 几乎我们是每天都转 对对对对 如果这一天没有第二天肯定有 隔一天也会有的 所以我对漳州这个训练基地还是印象深刻 哎呀可惜了 来一下之后第二下没了起来 现在比赛又追近了 所以说刚才讲的一个欧阳兮兮上队的 我自己说来讲以赛又转 但是现在换汤兮兮的二团也是上队 嗯 所以说漳州的 一个基础训练还是不错 還有附近女排的小鎮 現在作為上海女排來講 要扭轉這種頹似 一定要把這個水攪渾 你現在一分一分這肯定是不行 要抓幾個房子 對 要抓幾個房子 機會來了 好的 只要有籃棋就有機會 對 這一局上海對最大的問題有三個自己進攻 沒錯 這個有點可惜 你看三個就是三分 一個是三分 而且都是在上風的時候 對 整個氣勢上來的時候 對 對 天津隊度過了這個兩點功能 現在比分打到這個階段 上海隊要想辦法一直做天津 因為不能再讓它動分 現在應該到這一局 或者這場比賽的關鍵時候了 對 差得不好 到位了 拿一下 好的 好的 上了 中輝 4號為了打球 現在打成了 再次把比分 最近到只有一分 我覺得第三局 上海隊有一個最大的提升 是在籃網上 對 有效籃網 對 一定有有效籃網 防反球就打得起來了 我先去放球放 對 把那個挺前輕 這個球打手了嗎 直接打出界 天津隊要不要挑戰 王元元事宜 這是個打手 這是一個大尊 如果上海隊得了就追平 天津隊要得了 一下子分岔又拉開 天津隊挑戰是打手 對 王元元的手勢也是 他一次去打手了 這球速有點太快 我們下面也看不清楚 我們的互動觀眾在說 這才有點決賽的意思 是 這會兒雙方的這種緊張氣氛來了 所以上海隊剛剛穩定一下 心神找好節奏來打 來看 打到了嗎 沒有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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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失敗 好 比分打成了18平 上海隊把比分追平了 所以一會兒讓西西的發球就很重要了 加油 加油 那這個對發球隊員其實也是一個考驗 就是你冷下手了 這個你是衝還是不衝 衝容易失誤 嗯 順利隊順利的拿下了這個一次勾 嗯 來一組發球手 到晨台 我再换身高益 这个球给的太渣瓦了 一半处理 只能是向上海队这边来戳一下 在上海队的篮网手这个时候很坚决 直接在上面压住 上海队反超比分 这是今天打的现在上海队第一次 在20分的时候来到了领先 天津队请求了暂停 我们这个互动观众梦想天空分外蓝在说 他说这个祝会一直要打破自己的心目 其实在国家队也是 是这样的 当一个球员他提升一个高度的时候 他到一个更强的竞争位置的时候 他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 这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换得换失 这个时候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住 确实是一个大的难题 军队一旦到自己打的不顺的时候 李渊连就来了 而且李渊连我们看 他进攻的手段多 而且他跑位变化也大 他跟姚迪的配合非常的清晰 你看他刚才这个球 是跑了一个错位了 对 所以4号被直接跑进来了 他就追来了 打个短球啊我们就 对 而且他这个短球成功率还高 对 对 这个球打持了劲 我天津队也不能这么盯着李渊连一个人用啊 因为今天呢 确实在天津队这边王毅竹的发挥看不到 而且李美军 就像我们刚才开局说的 李美军被上海队关注到了 对对对 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强行突破 今天尼北京整个技术上没什么车 那么李盈盈的压力就太大了 复工还是站出来给分担一下 这一分非常关键 21分 虎哥的话 你说排球的分尤其倒是很关键分 离外离一差就是2分 上海队好着好自己的一起攻 非常不好 看能不能下球 李盈盈来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温齐 上海队真的是一点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它守护 它自己守护 对 22分21 这个时候还有机会 排队顶住 先把一传记好 对 把这一次攻打好 还可以 好的 就是李盈盈 这个球到了 到了 上海队机会球 就是李盈盈 好的 好的 上海队篮网得分 已经落地了 上海队篮网得分 天津被摇底也不能这么打 就真的离一个人来了 挑战了 天津队认为这个球没落地 十八奥下 十奥上 换人 上海队 这边呢 是换到往前 换上了张倩 抓篮网 抓篮网 发球抓篮网 觉得不错 好的 做起来 后排攻 好的 这个突破很不容易 好 小匠啊 确实打出这种 出生牛肚怕火的精神 二十三比二十二 这一分太关键了 好 这一回要打枪 看到位球 好 防起来 好的 再保护 好的 保护得不错 打长 天津队有点懵 好 武功 天津队篮网出界 非常关键的一分 感觉这一分 把全场的气氛全部调动起来 我们从这个背景声都听得出啊 现场的欢呼声 二十四比二十二 上海队来到了局点 这个球确实打得相当的艰难 局点球 可以继续来发球 天津队一拳不好 太加网了 武营营这个进攻实在没法处理啊 这样的话 二十五比二十二 上海队扳回了一局 总比分上 打成了一比二 这一局确实打得也是相当的惊险啊 也调动起了上海主场观众的热情 对 整个后面阶段 上海队都难往不及 嗯 今天其实在这个 双方的对峙当中啊 天津队现在是把刘美军换下去了 又换上了他的这个 以前的老的坚硬 杨一 不知道到这四局天津队会怎样来排兵布阵呢 刘美军 对刚才我说了个李美军 刘美军 刘美军 一会儿是一比二十五 一会儿又二十五比九 又反过来 就是这个女排的这个比赛 好像波动性都比较大 相比较而言呢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球队啊 这个新老阶梯在刚刚完成 再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球队 上海队来说呢 把自己的波动尽量降低 这是现在要做到的事情 现在从第七局看 这个上海队首先这个方球 他就要像后面这个中会啊 这个跳个球 他就要大胆用了 因为已经赢了一局了嘛 对 现在一边多厚 对方也高兴了 第三局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上海队在篮网上 对对对 对天津队更正对性了 有些篮网增加了 然后这个篮网呢 主要是针对着 对李盈盈的效果不是最多 但是他对另外几个攻守 一旦有压力了之后 那么天津队的球 也打起来没有那么顺 哎呀这个真的是 那这样正好这会儿在休息的时候 让我们请你去到 一点点一下 双方第三局的一点下 从第三局来看呢 上海队两个方面比较好 第一个 我个人感觉 可能有点放开了 因为前面也都说了两句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对对对 放开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好就刚才讲的 南网 有效南网增加了以后 我们的反击次数增加 而且成功率也提高了 嗯 好的 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好像要开始了 好 好 好 有个富冬观众也挺有意思 头上这个上阳毅啊 对上海队可能有力啊 这个是天津队是六轮两点攻啊 阳毅确实是保障型的 对啊 尼陈队我经认了 这的球看过往击球了呢 嗯 全齐的一拳有点扎网 中会有点急了 对 中会有点着急了 这个钻办也是思考了半年 他就看过往击球了 他说你太关键了 现在分啊 好球 上海队现在就需要这样的球 对 现在明天感觉上海队几个扣折的 包括王英迪的动作也舒展了 不像前面 不像前面 紧了 天津队这一会儿一传有点顶不住 孟子玄这一会儿在心态上 其实还是会受到一定冲击的 这个是我们就在说 在心态上其实在一传上表现的最明显 就一旦心里有点没那么稳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天津队实际是自由人水平一般 这传过来说 对对对 它前面这个脏腊确实是不错 又一个又是一传出问题 天津队把球防起来 好的 感觉天津队有点像上海队刚开局的感觉 脚下站得死 而且明显感觉上海队的发球 现在听着声音都不一样 虽然不太现场 一看就明显速度起来了 发球是感觉 区域区的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成功的 成功的 小美军的发球 好 发球直接得分 这人啊 这个谁啊 欧阳兮兮啊 最近把中会推上去嘛 就你来接吧 两个人相互之间可能影响也比较大 中会们现在可能碰到金蝉 有点有点 这接得蛮好 好的 到位 第一点 天津队防起来 这个球天津队也没传好 这个球天津队没有打上节奏 有点其实没有准备的 整个台队 上海门 上海门 刹菜 球队倒入手 球队倒入手 接着不错 还是打这一点 还是打不死 当然网站 所以上海队的整个气势起来 我觉得跟篮网有最直接的关系 一旦在前排篮网上 对天津队友遏制的话 无论是对天津队攻守的影响 还是对自己上海队队友 这个士气的高涨都有帮助 出发的不错 打标志杆了 打标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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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个比赛到现在这样看 感觉就有点像决赛的这种激烈程度了 赢赢 还可以 球发的不错 上海队一传也还半到位 比篮好的 好的 好的 中海队现在啊 就整个在篮房上面就感觉有张成了 我篮直防鞋 我就这个整个的配合就有了 前两局打得太乱了 就你完全不知道蓝的和防的在哪 对 而且现在刚才讲的队员扣球的动作都比较舒服 放平心态 对 就跟心态就有关系 嗯 球发的不错 这个处理球啊 现在天津队反倒在进攻节奏上有点乱 全靠队员的个人经验在处理球 你讲的对啊 现在关键天津队乱 摇级现在有点乱 摇级现在不是很清晰 所以这个球我们刚才就在说 排球的运动就是这样的 一旦这个压力来了此消彼长 没错 哎 太病净往了 还好 绑起来 来 横攻了 个人经验上确实 这个这样这个徐晓晴挤得太惊往了 嗯 嗯 就这时候啊 这种小分上海队不能丢 因为它不光是丢分的问题 还有一个队员刚起来的这个气息 没错没错 又给打得心虚了 因为这个谁啊 欧阳晴晴他不适合打这种静王球 高度不行 嗯 又来一个 厚 大家都在错进错出打得都很乱 天津队刚才这球是怎么打的 他想推个后台啊 嗯 刘美军有点想担任还了一点 很有经验啊 刘美军刚试入一个这个球就盯着刘美军来发 嗯 这个球啊 这个是要虚晓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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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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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了 一对一了 哦 这球王毅足看的是最舒服的 对 为什么这个是要摇底把我们的速度已经闪开了已经 嗯 一对一这个球肯定很好打 你看 对 那个这个血液滋了根本就过不去了 上海里面要顶住啊顶住啊 哇 还可以 哇 这是什么球 虽然这个球得分了啊 但是上海队不能这么打 一个一次攻 这到底是给谁的呢 配合没有阻碍 虽然要冷静冷静 这会儿荀晓晓在防守在篮网上面表现还不错 关键是在传球上面 二传是最需要有点冷静投了 对 嗯 嗯 对 that is 이후 你自己的队友在谁在哪个位置 他现在状态怎么样 然后对方篮网球员是怎么样的一个站位 全部都要想到 而且这都是他瞬间要完成的 尤其是在多回合的对抗上当中 不能乱 是 脑子要清楚 其实很容易乱 对 又来一个 这怎么回事 天一对又来一个 这个得分虽然是拿到了 但你这样是 这个节奏打不出来的 这个集体项目就是这样 要互相给鼓励 虽然这球传的不太好 但也互相要鼓励一下 不要 好宣 天之内防起来 探头 天之内的防守好 上海队有来一个 现在两边事物都多了 这会儿其实打到现在 对队员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体能消耗大 因为不管是体能 他这个精神方面 对 其实我这样说的是精神 我就想到什么 那会儿我在练拳击 跟那个教练在聊 拳击教练就跟我说 所以你看拳击每回合两分钟 真的都难到脱能 他说最累的是什么呢 是打空拳 对 你竟然打上了没事 这个空拳是特别累 还有呢 哎呀 三一个 还有呢 在拳击的比赛当中呢 就是互相的这种试探 你看他没出拳 但是非常消耗 因为这时候他是全神贯注 所以像这个决赛就是这样 队员们你看可能比分也没多高 但是全神贯注压力之下 大家的消耗都很厉害 所以到体能一旦透支的很多 注意力集中度就不够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 说哎呀怎么走失望啊 对的 要讲到这个训练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蓝牌 女牌有很多这个二三水 就是我刚才讲的 多回合下来以后 老婆就买了 这个就要通过平时的训练 训练的安排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密度 好比赛继续 好比赛继续 三分的差距 王源源发球 好的 哎 戒外了吗 上海队也很懵 这个节奏打得真好啊 对 上海队难得几个快球 他就看我还没看到 他手势做什么 戒外去 我也没看到 是持球还是戒外 应该戒外吧 可能二团持球 单手的持球 有大可惜 这个节奏真的打得好啊 这个一团 对的 一团冲网 戒得不好啊 就是希望这块柜 挑战 应该挑战 打手 这个看不清楚 我也说没有 调整失败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观众 心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互动的 这个观众他就在说 他说能打进决赛就很好 你不要想太多人不赢 我觉得你要真有这种心态的话 其实是个好事 队员反倒就能放松了 但人就是这样 你真的进决赛了 你又想赢全 就是运动员这种胜负心会更强 所以就要拼你 谁不想拿冠军呢 对 而且上海礼拜已经27年 没拿过冠军了 对的 上海礼赛季 现在我觉得姚迪的状态 还在逐渐回升 这时候上海都要当心 对的 你看他的球开始整个节奏 感觉老子倾诉了 对 当前面一段不是很清楚的 老队员呢 老队员呢 这都可以 这个是怎么打的 李盈盈这个球想尽量垫高垫后场直接出界了 其实这个主要王毅竹没穿好 嗯 条件是没穿好 但是零也不应该输了 嗯 我觉得不能观众再说 说去年决赛是3比0 今天已经进步了 不仅仅是3比0的进步 今天上海队从各个方面啊 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确实是有目高度 的推动 全军队 环环球这个效率很高啊 今年应该讲上海比赛整个联赛打算了 我看了一下 这个应该讲还是比较突出的一局 是 我们也说嘛 从小组赛一起打上来 对对对对 输给国家出队一次 但是其他比赛全是赢的 进了决赛也赢了天津队一场 对 实际现在看了下来就是 天津 慢一点 一对一了 啊 这个 一旦甩开了 只有一个人拦网 确实 无论是哪些人手 这个球都好打多了 对对 今年王毅竹啊 一个最大的优点 或者一个提高的地方 就是稳定性 嗯 比去年明天赶金稳定性 嗯 上海队赶紧停后暂停了 五分的差距被拉开了 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小飞上已经落后了 现在如果这一局没有及时的把这些参差缩小的话 那么很难了 因为这个比赛事员当中呢 大概三分是一种形态 对 大概五分又是一种形态 是 唯一看的 对了 对了 不要再多想了 哎 今天整个队伍我看了一下 这个可能分这么几个档次了 第一个天津上海跟江苏 嗯 可能明显是好一点 嗯 包括北京啊山东啊 包括福建今年情况不重要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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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球不容易 高一好球啊 高一好球啊 给到高一两个人的配合节奏也打出来了 突然那个被传高一这个球配上 跳发球 对 对 倒位了 有点低 对 低这个谁啊 这个欧阳这个低 而且那么低 说一下欧阳西西快一点 两个总感觉不是在一个节奏上面 连席越的发球 这个发球也要接好一船啊 对 很羞耳 对 不能这么打 不能这么打 对 被抓得很死啊 西小军不能这么打 你这变成开键考试的 又叫王一级打这种球 对面又是圆星月 对 挺难的 王圆圆 你这个你打得过去 打不过去他 嗯 好的 三人狼网 我感觉这个二团不错 嗯 嗯 嗯 那 军军队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调整的进攻还是打得很有力气 18比12 明天大进攻 你要帮 Widuk 失配了 一船特别扎往 在这个时候 二船和攻守之间 出现失配 这样的话 七分的差距拉开了 上海队确实身多吉少了 但也不能放弃 对于年轻选手来说 就把它算成一个 跟高手对招磨练自己的机会 在这种心态之下 不要看比分去打 天津女朋友还是老队员多 比较稳定 按照到底两比零点 第三局被搬回去 第四局可能有点波动 整个还是可以 稳定 其实前半段 第四局前半段 天津队打得也并不算好 对 对 好 谢谢 打平了 接力 嗯 天津队车先把比分打到20 那罗后七分难度比较大 就发觉这是王毅竹 好像是王毅竹 王毅竹 嗯 滚瓦出界了 挑战 上海女排现在怎么会没快球呢 其实遗传情况还可以啊 挑战球打手 好 嗯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有几个球打得不错啊 无论是跟高毅的这个配合 那怎么快球会没有呢 怎么回事啊 还是跟那个薛义枝 其实都有偶尔 但就是它这种波动性特别大 这个其实是个问题 对 长久性不打不少啊 嗯 没有持久力啊 王毅竹继续打起来 这种好像又看不见 对 嗯 说到薛义枝 我就想起来曾经的李义枝 李义枝啊 李义枝啊 李义枝 李义枝球也比他好 对 他们和这个追影打掌 李义枝也是下车很快啊 嗯 哇 太像了 牛牛 这四号位的神仙得分 小微你记得吧 1718我们讲这个联赛的时候 我讲了 哪个教练有李义 李义这么一个队员 睡觉要小心 哈哈 是 这个确实 这个关键球上面啊 一锤定音啊 也是月 就打成23比14 好 这一会儿这样打 确实现在天津队 来到了冠军点 24比14 好像第16次拿冠军了吧 对 这是他的第16次 16次 嗯 在天津的这个大馆上面 我们能看到有15面 女排夺冠的旗帜 所以天津队女排也是非常的重视啊 好的 上海队这时候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自己的一次攻打了 还是换上来发球的黄契月 换上了高颖 好 估计一下天津队最后球给谁 李赢了 嗯 应该还是李赢了 李赢的全本啊 那好 不用给了 发球15 这样的话 25比15 天津队拿下了第4局 从而以3比1战胜了上海 光明欧背比牌 那么天津队在第4场走决赛当中是过关了 好鲜奶 显对的 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光明欧背 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 更多活性营养 带来更强保护力 喝鲜奶 认准活性免疫球蛋白 光明欧背 全国鲜奶销售额第一 先喝一条everytime 现在就出发 好的我们看这场比赛呢 上海队最终是1比3高负 那这样的话呢 上海队就没有获得这一届联赛的冠军 而天津队得了自己的第16个冠军 请李吉导简单点评一几句吧 首先恭喜天津队 也要恭喜上海队拿到冠亚军 那么今天上海女排 总的来讲打得一半 关键可能技术方面 还有不成熟的地方 那我们也期待着 因为上海女排 跟去年相比 有了长足的进展 不仅拿下今天的一局 而且拿下了一场比赛 也期待着明年上海女排 从头再来 给我们拿到久违的冠军 好了感谢您的关注 也感谢李指导的精彩点评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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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